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亲友医生 今天我们聊聊健康长盛 医疗健康长盛 就离不开一个 我们目前研究的医学热点 自视 近日广州医科大学团队 在世界顶级期刊 Nature Cell Biology上 发表了一个重磅期刊 Ga是一种核自视现象 这个细胞核怎么自视呢 我们来看看 线粒一体转的云子A 简称是TFAM 它一种结合线粒一体DNA 它是一种结合线粒一体DNA的蛋白质 通过自视中媒体的途径 我们简称为核自视 核吞噬 或者说 与自视蛋白叫LC3相互作用 帮助什么 帮助我们机体消除泄漏的线粒一体DNA 那么线粒一体脚落因子A 借到泄漏的线粒一体DNA的自视途径 它的一个清除有什么作用 关键是限制我们机体的炎症 这个非常重要 线粒一体有自己的DNA 这与我们的核DNA是不同的 线粒一体DNA可以浓缩成为线粒一体内核的蛋白质和DNA的复合物 而线粒一体转入因子A是内核的主要成分 在线粒一体DNA的转入复制和包装中都起到关键的作用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在各种刺激下 那么线粒一体DNA可以从线粒一体释放到我们的细胞质中 这个我们细胞因为衰老 破坏炎症等等 而包纸内的线粒一体DNA的释放被认为是一种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 这是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模式 它会促进DNA感知炎症途径的激活 导致体内产生炎症 而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实验 最后结果表明什么呢 线粒一体的转入因子A结合LC3B借导错位内核的自视中媒体 降解支持其在被吞噬中的作用 在这一途径中 就是说线粒一体转入因子A 它作为一种选择性的自视的一个受体 它会跟我们机体的LC3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自视的一个信号 它会结合 这样就会将线粒一体分泌的这个 线粒一体DNA转运到自视中媒体中 就把它降解清除掉 细胞利用这个过程呢 就会把我们身体的炎症清除掉 听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自视啊 在我们身体的这个抗衰老啊 抗炎症啊 延缓衰老抗激肿瘤中 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那么你可以这么说 激活身体的自视可以有效的抗衰老 可以有效的抗激炎症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核自视 其实自视呢是存在于我们全身的 每一个系统和细胞间 如何来增强这个自视的过程 其实呢 其实有很多简单的办法 比如说第一个啊 少吃一点饭 每顿饭吃七分饱 如果能够将每天的饮食热量 减少30% 少吃一点饭 让自己保持一个微饿的状态 就可以激活我们身体的自视状态 就可以让我们显得更年轻 更有活力 好 第二个激活自视的办法呢 就是通过运动 那么每天呢 就是说30分钟左右的运动 无论是低强度 中强度 还是高强度 也可以激活身体的一个自视的途径 让我们现在更加年轻 更加的有活力 延缓衰老 这是 当然了 有一些药物 它也可以支持我们 激活我们身体的自视途径 但是呢 最安全 稳土的办法 还是少吃一点饭 多参加一些体育锻炼 这些呢 还是可以激活自视最安全 稳妥的办法 还有一些研究呢 想啊 还有一些研究 比如说这个有些人说了 冥想 冥想20分钟到30分钟 也可以提高机体的一个自视的一个形成 所以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通过健康的饮食 通过一个适当的科学锻炼 都可以达到提升自视的一个目的 自视提升了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对抗 岁月 对抗衰老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我们集体神奇的自视 下游了吗 当然 如果您吃的过多 如果过度的肥胖 或者是很少的运动 那么相反 可能我们的自视途径就会受损 这样对于我们的健康长寿 也会起到一个不良的影响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七位生共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